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Jack中医师 你是不是在脖子肩膀酸痛的时候常常用手 这样抓这样按 或者是习惯性的转动一下脖子 有时还可以听到咔咔的声音 认为这样可以缓解酸痛 其实这样的危险你自己可能还没有认识到我做了多年的临床 我了解其中的危害 今天如果你有幸看到这个视频 你才会真正了解自己乱按乱抓脖子 他的风险在哪里 赶快转发给你关心的人 让他们也知道 视频的最后我也会分享给你 如果肩颈脖子酸痛 我们要做的正确的方法 百事百灵值得收藏 有第1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我的健康养生频道和其他的频道最大的不同是 我所分享的很多健康养生的保健方法与知识 都是通过我的临床实践 有效 我才分享给您 欢迎大家点个爱心关注 这样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脖子连接着我们的身体和大脑 而且里面包含着 颈椎动脉 气管 淋巴结 食管 和分布密集的神经 猛然的扭动 可能会使 颈动脉受压变系 导致脑供血不足 如果 颈动脉内部有斑块 还可能引起脑梗 如果你常常 自己 暗揉脖子 则有可能会压到 颈内动脉 我们 伸手就可以摸到 脖子两侧 有脉搏跳动的地方 这就是 颈动脉的位置 他负责向脑组之内输送大部分的血液 氧气 如果不小心压到 颈动脉 短暂 堵塞 会导致 氧气 血液 不能 及时 输送到大脑 导致脑损伤 特别是 高血脂 高血压的患者 颈部 这条血管 可能 已经存在 动脉周样硬化 或 钙化的现象 肠 突然的扭动 可能会 损伤 颈动脉 那我们不能自己乱按 但是又感觉到 颈椎的酸痛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 如何来 自救呢 其实 在你的 手背上 就有一个 自救的穴位 它就叫 颈痛穴 我们听名称 就了解 它的功效 任何原因 引起的 颈椎的酸痛 我们都可以 按揉这个穴位 很多朋友 按过以后 都发现 它的效果 非常好 立竿见影 而且可以迅速 缓解酸痛感 比吃止痛药都快 而且还是天然的疗法 对身体没有任何的 副作用 这个妙招 我们要 赶快把它学起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颈痛穴 它的具体位置 这个穴位 实际上有 四个 左手手背有两个 右手手背有两个 它位于 第23 长骨 和第 45 长骨之间 大约 位于 长脂关节下 半寸的地方 我们在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 有 几个要点 是非常重要的 我跟大家来 说一下 以下四个要点 非常重要 首先 在按揉的时候要按在两个骨头之间 力量如果停留在表面 是没有效果的 第2 中医认为左病至右 右病至左 如果是左侧的肩颈酸痛 我们要按右手的 颈痛穴 如果是右侧的肩颈酸痛 我们按 左手的 颈痛穴 在 按揉颈痛穴的同时 如果可以配合 缓慢的转动头部 效果会更佳 第4 每次 按揉 两到三分钟 每天按揉两次 坚持一周 你会来 感谢我 觉得这个方法好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Jack 踏踏实实分享健康 让我们 在健康路上 不迷路 按揉